大家可能也沒有仔細看清楚 就是台灣的台鐵的自強號 其實自強號有9款列車 他們的票價都一樣 但行車時間卻是相差了將近一倍 有的甚至是比舉光號、復興號還要慢 台鐵就評估將要實施差別費率 未來普悠瑪還有泰魯格號將會漲價 可能會比一般的自強號還要貴 台鐵表示年底普悠瑪所有列車交車之後 將重新的評估費率的結構 票價未來將更多元化 只是現在傳出車票漲價 也引起了花東民眾的反彈 認為比起普悠瑪、泰魯格號調漲 效率差車輛舊的車種更應該降價 另外因為油價上漲 國內航空業者有意調漲票價 民航局下個月也將召開工廳會 來討論新的費率方案